宜蘭市區上午有人發現說 在宜蘭國中旁邊有三輛車子被破壞了 車窗全部被打破玻璃散了一地 有人看見凌晨的時候 有兩輛車子直接停在馬路中央的 幾個惡棍下來直接拿棍子 就開始砸車子 非常的囂張 計時器畫面一台黑色與白色轎車 先後出現在宜蘭新興路上 隨後車上下來五名少年 拿起路旁的棍棒 就朝著停在路邊的三輛轎車 一陣猛雜 送年西中後大搖大擺的駕車離開 被砸的車輛車窗嚴重破裂 車子內外都是玻璃碎片 現場一片狼藉 清晨一大早宜蘭市要去運動的民眾 經過宜蘭國中時 赫然發現停在路邊的三輛轎車 車窗全被打破 趕緊報警處理 兩點多 兩台車 我坐在這裡都有看 有看那個年輕人 警方到現場發現作案用的棍棒 根據監視器排到的車牌 已經鎖定特定人士 初步研判警告意味濃厚 不過整體案件仍需進一步調查 中天新聞林醫生一覽采訪報導